盆中倒入350克的普通面粉 3克白糖 再倒入3克的酵母粉 分次加入210克的温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大的面西状之后 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发酵至两倍大 下面再来切点葱花 再切适量的火腿肠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这个时间面也发好了 案板上撒些干面粉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 揉一揉拍一拍切 揉好之后用擀面杖擀开 擀成长方形或是圆形都可以 擀好之后 上面倒上适量的使用油 用手抹开 再撒适量的盐 用手抹开 涂抹均匀之后 上面再撒上适量的五香粉 把刚才切好的葱花和火腿分别撒上去 再葱虾往上卷起来 拌好之后用刀切成小剂子 再分别把他们放入到电饼厂中 切过朝上 不用开火 盖上盖子 二次发酵十分钟左右 二次发酵好之后 开中火烙大概五分钟左右 接着打开盖子 里面浇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接着烙大概十分钟左右 烙好之后 焖上三分钟 再打开锅干 渐染好吃的脆地花卷就做好了 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或者葱花 咱们下期再见